还在等吗 风卷飞煞 繁华落下 冰的天涯 你的温宽 黑暗中淹没 回忆住了扎作 握不住你的手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害怕只是我不怀疑我 难道迷信刻骨的感受 不是什么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我也想要更愿意的更多 要怎么做 再怎么做 始终我全都没离开过 的你的是我 还有多少戒不开的错 被忘的是为你的执着 所有铭心刻骨的感受 都是真的 还有多少话都没有说 多想解开爱你的 要怎么挣脱 要怎么勇敢冲 我 现在是我 昨夜一场暴雨 藏书哥遭到了侵袭 我们连夜整理画卷书籍 然后发现 一幅登基在册 最重要的画不见了 哪一幅 脚下读 这是天后最挚爱的画 你觐见的时候 一准见过 一男一女 在芭蕉树下看书 正是 我略有印象 那是天后最挚爱的画 是她进宫时随身带着的 画的卷轴有些磨损 我便差人送到修书院去修复 刚刚取回 刚刚取回 我打算天后寿担之日 再把它重新悬挂起来 可是没想到 这一场暴雨 它竟然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此事还有何人知晓呢 除了我 还有几个整理书卷的小太监 这可是掉脑袋的大事 除了你 我哪还敢告诉外人哪 兰芝啊 我们内务府 这上上下下几十条人命 可全都仰仗着你了 公公莫要慌张 财物丢失无非两个可能 外贼或者内盗 大内守卫森严 不可能有人私自进出 那么 所有涉事太监出入人等 公公是否都要查过 查过了 事情一发生我便询问搜查 没有发现可疑之人 况且 如果真的是有内贼 那他人在此地 也摆脱不了干系啊 公公所言极是 若人尚在宫中 断不开冒险偷话 是 可若人已经出宫了呢 内务府 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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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剃泪横流 说要出去见上一面 我便准了她的家 她说是何时回来 公公 她本该昨日回来的 公公 画卷丢失已案 应该就和此人有关 我先帮你把那个 告假不归的小太监 找回来吧 可有她的画像 有 快去 快去把画像找来 是啊 包子看一下啊 包子 新鲜的包子啊 官爷 您要什么 可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没见过 包子 新鲜的包子 您要不要包子 可有见过这个人 没见过 包子 刚出炉的包子 自家酿的酒啊 多好 来 来 您要买 一而且 任何人 我来 就不难看了 对了 巫作 最近有没有发现 什么蹊跷的咸鱼啊 太蹊跷的咸鱼 倒是没见过 不过昨儿晚上 我倒是收了一条 烟咸鱼 烟咸鱼 一具尸体 一具烟人的尸体 从尸体上能看出什么 它傻 两处伤口 一处在咽喉骨 一处在腹部 可这腹部的伤口 几乎没有血流出来呀 凶手是什么人 屠材还是恩怨 这就劳烦大人 您自己去看看呢 凶手当场为抓个正着 现在正在衙门里审着呢 回见 大人 他就是杀人犯 正是 那个没名没信的燕人 就是他杀的 安发当晚 想要进去送韭菜 正赶上他杀完人 还没逃走 大人您看 这是凶器 桑梧呢 回大人 还没找到 十有八九有同伙 他留下来顶纲 同伙卷了财务旁吧 大人英明 接着问话 是 你 有没有同伙 姓甚名谁 从十招来 没有 我没有杀人 还嘴硬 给我打 您 你 呀 吴 你 吴 啊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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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主子您看 这是县衙大牢派人送来的 他说什么了 他们说穆勒杀了人 现在正在大牢里关着呢 告诉他们 这腰牌是咱府上的奴才 前几日报失的 那里面的人应该跟我们没关系 谢谢他们 我这就去 真是够了 这小子的胖子 这小子的胖子 你也敢偷 想跑 活儿都没有 走 这小子犯了什么事 吃了雄心豹子的 敢偷我的吗 你小子胖子可真肥 这 进去 哥哥默契 小鸡事有卤猪蛇 咱们喝点小酒 小小气 行 走 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我啦 生得这么严重 哎 我跟你说就是活该呀 一个人在外面 是 带你出去再说 哎 加固牢房有用吗 弄得跟我出不去似的 给你看个新玩具 看好了啊 哎呀我肚子疼啊 救命啊 哎呀救命啊 出人命啦 喊什么喊什么呀 哎呀有人换到了 快救命啊 快点快点 啊有人换到了 怎么回事啊 快千人猪千人猪 快走 大大人 不好 原家陆斩 哎 哎 你们两个见到大人 不知道打个招呼啊 我们两个新来的 人还没认权呢 不好意思啊大人 新来的 是 当的什么班 火服 哦 对了 今天晚上的菜做的有点咸 对不起啊大人 小的下回一定注意 下回话不要更多 下去吧 下回 下回 走 我吃的时候 我吃点早饭了 嘞 却吃点VES 警察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oczywiście 你还是要看这些 啊 还要看有些什么 好吗 听我看起来 你就就去看吧 是吧 我没有 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是他骗了我 就是那个人 晚上 你跟我追他到客栈 你给我大把手 把他身上 唬唬唬唬的包袱顺出来 这种事我不做 不行啊 你想想 这几天 谁供你吃喝 谁供你玩姑娘 是 虽然说你没玩吧 但是你也见识过了 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帮忙 你太不人意了吧 走走走走走 你别走啊 全怪我 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其实那个人 是我的仇人 我跟他有不公带天的仇恨 其实他身上那些钱 都是从我们家里骗走的 我父母知道了以后 因此自尽 你帮着我 是把我们家的东西拿回来 难道说 还不应该吗 你说我呢 你这是做什么 他 他看见他俩了 我要不把他杀了我 他俩就完了 赶紧找钱太子 在这儿 大爷 您要的酒菜 拿着 大爷 杀人了 又是杀人了 你先跟我回去吧 这事还要从长计议 走 小伙夫 又想在我眼皮子底下 把犯人接走 掀过了我这关 要是你们县衙真的 那么有能耐的话 我也不会屡屡得手啊 叶姑娘此言差异 你若真得了手 我又怎么会出现于此 腰牌是你专门差人给我送去的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在大牢直接拆穿我 若不是你 他怎么会如此配合地还原案情 你可知道死人是谁 谁啊 内务府太监曹公公 太监怎么能出宫 此事事关大内机密 绝对不可以外传 更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我让你把他带出来 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那也就是说你也不信他是凶手了 有心杀人之人 怎么会无心逃跑 除非是傻子 你是傻子吗 你才是 行了 别闹了 当务之急 是找到他说的那个尼谷 曹公公的东西 没准就在他手上 好啊 那我帮你 我也去 我 爷啊 我的小爷 有什么吩咐你尽管说 预展让你满意 小爷我呢 是个专一的人 数月前来此地做生意 遇上了一个叫春花的姑娘 此后便念念不忘 现在麻烦妈妈请她跟我叙叙旧吧 天哪 爷啊 你有个太好了 这花可是我们这儿的花魁呀 可惜您来迟了一步 前不久啊 刚被相好得熟了身 要不 我给您换个姑娘 绝对不比春花差 妈妈 这不管你们这儿有多少朵花呢 我也只爱春花这一朵 如果您真的能帮我找到它 这些都好说 这样啊 我想想啊 对了 春花有头痛病 想必走不了太远 每逢初一十五 她都会去那个 城东的百草堂配药 你这个多情的小爷 你就去那儿等她吧 绝对能等到春花的 鸡蛋 药来了 春花 来来了 来来 我扶你起来 来 喝下去就没事了 来来来 烫 喝了药就会好了 辛苦你了 何谈辛苦二字啊 你既然从千交坊出来 那就是我的人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绝不受苦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好 你们是 怎么还有你 尼古 你谋财害命 栽赃他人 你以为能躲到什么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能够杀人哪 杀的事情我可从来没做过 我是个好人哪 怎么回事 就是你杀了人 你干嘛呀 还还我进入大牢 我我我不是 不是 不乐 我可以跟你客客气气的 他就不一定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我可没杀人哪 那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尼古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舍命不舍财 你要是死了 我可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可没干杀人的事情 那是伤天害理啊 大爷 您别听他的 他头的银两都在这儿了 我们就用了几钉 其余的全在这里了 画呢 他身上的画呢 什么画啊 这银子都在这儿呢 还有什么画啊 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呀 我真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呀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我我我想起来了 快说 我我我记得 在赌场 我看见他身上 背着个包袱 里边有一只画 想想想想想想想 这位先生 好手气啊 随便玩玩 随便玩玩 随便玩玩就赢这么多呀 看一手 哎呀不 我是一个粗人啊 我大肆不识几个 我我我我要画干嘛呀 我我我我只要银子 我我我我我不要画 你确定没见过那幅画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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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有啊 我这小妹都在您手心里钻的呢 我我我我不敢撒谎啊 走吧 好 去衙门交代清楚 你给我 多亏了你们 现在事情清楚了 你可以带走你的马奴了 这 你刚刚说那话是干嘛的 跟你无关 住就分脸不认人 你刚才 什么人哪都是 还有你 让你一天到晚跟我 往外面乱跑 回家 这下的时候 没办公啊 pping 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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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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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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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主 郡主 替我去办件事情 小主子 就给我准备一杯热水 还有外伤药 好 手伸出来 你 逗我玩呢 上呢 好 赵兰芝说你大有来动 你不会认识什么妖怪吧 算算算算算算 你是妖怪我也认了 反正也是我奴才 算好了啊 不过这事也怨我 不过这事也怨我 要不是那天我没有拦住母亲 不相信你 也不会让你被赶出去 还被打 对不起啊 不认识吗 以后你放心 这个家里只要我在 就不会让人欺负你 你丢真好 饿了吧 给拿吃的 等着 都给你提前热好了 都给你提前热好了 不过我跟你说啊 以后低窟那边你少去 要送饭的话放在门口就行了 那疯子你少惹他 嗯 对了我跟你说啊 你说他上回 太过分了 不行 要想个办法整整的 终于等到你了 赶紧给我施药 给我施药啊 给我施药 别跑别跑 我这个药已经改进过了 你放心 不会像上次一样了 真的 不用怕不用怕 你要怕 我拿管子帮你吹进去 来 伸一伸 你看 装进去了 然后张嘴 张嘴 你 你 你 啊 好热啊 啊 受不了了 好热啊 你们两个人怎么能这样对我啊 你们老天爷 好热啊 你 好热啊 受不了了 你 你啊 你给我等着 这害人中害己活该 你 走啊 你说 凶手并非此人 致命伤在咽喉部 而并非案犯所说的腹部 赵大人你看 并没有多少血迹 可见他捅这一刀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血凝住了 流不出来 至于 至于 这咽喉部的伤口 下手精准 一击致命 可见 是个练武的高手 这一刀 分明就是在死者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下了手 可见 经过凶案现场的 不止一个人 杀死他的 并不是你抓来的那个人 所以此人在进入房间之前 太监曹毅 已经被人杀害 从宫里偷出来的画 被一并带走 凶手并没有带走银两 可见 并非为了这点银两 而是为了那幅画 而灭口 因此 知识曹毅盗画者 必定是他认识的 他 还有没有 分别 哥 你不想的 少爷 人在上面呢 院宁 这就是我向你提起的霍先生 霍先生 这位就是护部侍郎 叶大人家的公子 霍先生 麻烦您了 请 叶公子 我是什么人 想必都告诉你了吧 钱呢 我有的是 只要您拿的东西 是个宝贝 那才行 我瞧瞧啊 这是杨芝玉的瓶子 我爷爷收藏的宝贝 这下 能把我欠的债还清了吧 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呀 什么呀 上面 你 你干什么 居然把我的宝物给毁了 你给我赔 臭小子 静敢耍我 你知道我一年见的宝贝 比你一辈子见的多多吗 敢耍我是吧 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 霍先生 有话好好说 对啊 不知道先生眼睛这么毒 我还有宝贝 你容我一天 容我一天 容我一天 说得轻巧啊 你若逃之夭夭 我上哪儿拿人去啊 你回去告诉你们家罗爷 就说你们家公子欠债不还 倘若今晚不带上些货真价实的宝贝 来锦明山罗天洞熟人 那我就 要了他的小命 走 走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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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啊 小小主子 少爷 下来跟个朋友去做生意 赔了钱 本想拿古丸玉瓶去还债 可是人家不当是好玩意儿 当下就给砸了 还綁走了少爷 命完回来报信 小主子 求您快救救少爷 要是完了 少爷她 她就没命了 自从她做了这马奴啊 这府上就开始不见了一些会众的 字画瓷器 在那儿 近云山 罗天洞 小主子 小主子 让开 你去哪儿 救我弟弟 我也去 关你什么事啊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让开 别拖我后腿啊 走 走 走 怎么刚才那么多人 住到这个地方 一个人影都没了 应该也过去了吧 你试一下水斗神 走 走 这水里怎么会有这么怪的东西 那那些人怎么过去的 想要知道答案吗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去罗天洞府生人物济 倘若没有熟人带路 恐怕你有三条命都不够 你确定这里面有怪驴 你也能带我过去 信不信有你 会儿 厉害啊 这是无论 你再看市場 我 ног啊 你还没想到 但是我是对我 对于是 Answer 你还能 你放到我这儿 你放手 我去拿吧 我儿子 谁想要不想 是你什么人 马奴 来这种地方都带着 一定是提己得利之意 关你什么事 既然是去罗天洞 想必一定是带了宝贝贩卖 见着就是缘分 把你宝贝拿出来看看 我是要去救我弟弟 怎么 你还怕我抢啊 我只是好奇罢了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现在就给我下去 一把破剑 有什么值得抢的 还给你 我告诉你 这可是高祖当年赐给我太爷爷的 你懂什么呀 要不是为了救我弟弟 我才不会把他拿出来的 下来以后 我再放下来 就是我 我认识了 感谢观看